高雄市长陈其迈小内阁请辞获准的第一人 高雄市议员李亚敬指出 高市府客委会主委陈志勇 涉嫌违反政府采购法 6月19号财经法院刑事判决 有期徒刑三个月 得一颗罚金缓刑两年 质疑任用他的高雄市长陈其迈 事人不明 对此陈志勇发声明表示 坦诚未告知市长有此案 造成市府团队困扰深感抱歉 决定向市长口头请辞也获诊了 8月24号高雄市长陈其迈率领各局处首长 正式就职 其中戴着眼镜的他是客委会主委陈志勇 如今却被议员李亚敬踢爆 曾违反采购法 质疑任用他的陈其迈 事人不明 不管是客委会也好 或者是市府的任何一级单位 其实我们都要很谨慎的去诊查 去看这个区块 到底我们任用的一个一级主管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瑕疵 对此陈志勇也发声明表示 此案遭人恶意检举后 司法调查让他身心俱疲 同意协商终结此案 但他并无违反政府采购法制 故意及犯刑 也没向市长提及此案 造成市府团队困扰决定请辞 一开始的时候他也并没有 向我告知在民国一百年 他涉及一个私立医院的 一个采购案 所以我昨天也同意 他来口头请辞 对此陈其迈表示 确实不知道有着官司 也同意口头请辞 让陈志勇成为陈其迈小内阁 请辞的第一人 华市新闻上新中 浩北高雄报道